看到回溯法术和战宠的搭配 就知道这前夕不简单 切换下投石车 野蛮人探路加扛下排击炮伤害 右下方大本营这边超炸开墙 龙宝帮助女王断变 天女直接布置目标大本营 注意女王带的是凤凰 而且是四个天使在治疗 左侧勇王再次断变 精简版的天勇 一个天使和一个独角 也能慢慢恢复上来 狂暴提前交给天女 准备面对狂暴大本营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本营的伤害 简直离谱对吧 想省个冰冻 结果直接被打出技能 既然开了技能 就让他把技能伤害打满 打掉联弩后回溯法术召回 镜头切换到勇王这边 抄炸为大部队开墙 接着布置冰人四个雷霆泰坦 蛮王断变 回溯法术召唤女王和天使 边兜清干净了 就不怕走偏了 狂暴冲进去 然后在细节后面跟个抄炸 原兵是非常拖时间的三兵人 而且后方有晴天巨珠 不停地在输出 不过手握三发冰冻法术 不停地控制就行 然后和勇王的无敌时间 需要错开 弹跳也可以趁这段时间 先给上 在冰冻下 狂暴直接忙进去 润土原本是想布置在右侧接应 但是大部队被冰人拖了太长时间 所以直接跟在大部队的右后方 这时候要观察下局势 因为一场对局的中后阶段 有很多细微的地方都能影响到最后是否能三星 右侧的防御在攻击润土了 那跟上剩余的气球把它们补掉 这种衔接一定要裹断 不要犹豫 然后法师可以提前打掉一些 没有防御保护的建筑 蛮王可以看一下技能 但是 这个 好吧 直接被戏耍了 不愧是你 最后一发冰冻 交给投石炮和连弩 女王打掉 想触发凤凰的 不给我机会啊 那战宠的百搭 回溯法术 这应该是策划设计的初衷吧 好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